全港的学校包括幼稚园、中学、小学和特殊学校 是延长农历新年假期至到2月16日 教育今日决定全港的学校会进一步延长停课 直至到学校的复活节假期结束 学校是会善用不同的学习模式 包括了电子学习 亦都以保持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 和不增加学生和家长的压力为原则 令到学生可以继续适量地学习 做到停课不停课 香港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 所有中小学、幼稚园 均要在农历年假后延期开学 罗定邦中学当然也不例外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我们听到局长宣布 所有的学校需要延期两个礼拜 当时我已经在想 情况一定不是这么简单 不一定是两个礼拜 所以立刻和校正小组谈谈 如何可以做好网上学习 因为可能是一个比较长久的挑战 首先我们在想 如果正是上载影片 或者上载一些资料给学生去读的时候 真的很靠他们自己本身的自律 甚至变成了一个自学的课程 我们尝试一下代入学生去想想 每日起床的时候 很可能你会收到很多不同方向给你的功课 资料要看 于是很可能你需要自己很有高度的自律 然后才会说坐下 看看有几样东西要做 然后自己编一个时间表 我们相信同学在这么多方困扰的情况下 未必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决定一定要做一个实试教学 什么叫实试教学呢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时间表 老师是真的好像在上课一样 我们准时去上课 所有同学都应该在镜头面前 甚至在他们的电脑 或者Mobile device之前 开始跟着老师的指示去上课 我们谈的时候 首先想一下 会不会跟回我们自己本身最初的时间表 可能会比较复杂 因为最初的学校的时间表 都会跟回我们学校的情景 学校的情况 例如我们有transit 预备同学一堂走到另一堂 现在同学都在家 究竟他们需要transit的时间 需要多少呢 他们需要由一堂 转到另一堂的时间 需要怎样呢 所以我们就开始试一下 就用第一个星期 作为一个试行的计划 就将所有的call subjects 一些核心的科目 就写了去 于是每天最少我们都要上五折科 而另外就是每一个的核心科目 每天都要上试 而其他的科目 就很可能会入到时间表上面 也都有一些是由老师另外 再找一些时间和一些同学上课 务求学生是每一天 他有一个很规律的时间表 课堂就由九点钟开始 这个也是要讲一下 为何我们七点五十五分钟开始 我们都要顾及到同学在放假的时间 但是在家里的时候 可能真的会睡点一点 或者都会拿着包子上试堂 吃着早餐 所以我们希望 给多一点的时间 同学们去准备 就会在九点钟开始 每一堂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 然后就给回十五分钟的同学 去准备一下下一堂是怎样的 我们这一样东西就行了一个礼拜 然后在这个礼拜里面 就尽量去收集家长 或者是老师 在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这个网上学习的时候 所有的困难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我们都是见招拆招去做 要网上学习有成效 不单要学生投入出席 还要老师搞尽脑汁 跟随学校设计的课程模式 增加互动元素 Although school is a standard learning at LTPSS has never stopped we have various teaching teams working together very closely to ensure that learning online learning is not minimized just because we use virtual learning means Our head of department also started planning their overviews by working on the intended outcomes that they want to achieve then they also designed the means of delivery and means for assessments this ensures that our teachers from each department has a clear direc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电子教学 无论对学生 或是我们中文科学同志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的同事 管住一切为同学的精神 尝试用不同的电子软件 和应用程式 尽力令到同学做到平科不平科 我们方向同事 因应到本科特别的需要 而去选用Google Classroom WhatsApp Google Head of Meet Zoom等等 这些即时的软件 来和同学做实时的教学 以上在一切 同事都是一些新方式 新技巧 其实我们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我们希望这种 这样的疫境治疗 活到老行到老的精神 能够感染我们的同学 希望他们都继续 在这个疫症示弱的情况下 居家学者继续上进 去确认 市场的患者们 recent学生 更好的学生 工学者 探索 用内容 对联系 每天 每天 两个天 每天 通常 精神 透过 mostly by written output at the same time we've also explored getting students to do some spoken activities even at home another key component of our lessons is google doc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complete all their work in one google doc which is just like their classwork book we use at school through the google docs teachers monitor students progress and give feedback to them using the comment function or typing directly into the doc finally teachers use google classroom hangouts meet or other similar tools to interact with students during the lesson time lesson time allows both students to ask clarification questions and teachers to stimulate further discussion with concept checking questions 其实自从停课之后大家都想着不同的方法去如何帮助我们的学生 在数学科方面我们老师就事先拍定了很多教学的影片 按outload上youtube让学生可以在课堂期间观看 或者对一些比较学习晚的同学都有帮助 因为始终有个youtube片他们事后就算在课堂期间吸收不到 他们可以事后在自己的课语时间里面再重复看多几次 这样就可以慢慢吸收 当然也会有同学遇到困难的 依然都是不明白的 那我们数学科如何帮助他们呢 他们可以透过google classroom 可以向老师提问 我们作出即时的feedback 同时他们都可以利用现在科技先进比较多些不同的软件 我们用了google hangout meet 同学可以即时join一个meeting 跟老师可以有一个real time interaction 他可以在里面提问问题 老师就可以project a screen 然后在那里解答给同学看 他可以清晰明白 以及可以即时解决他们的语文 同时数学科很重要的就是数学一定要粗练 他需要做一些题目 老师也要检查他的步骤是否正确 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学会了 所以我们都会上传一些功课 或者一些quiz到google classroom里面 学生交了quiz之后 老师可以即时在上面批改 我们批改完之后就会给他个分数 和一些feedback 就是哪里需要改正的 接着我们就通过Gmail或Google classroom 再发送给学生 所以其实在即时回应学生的疑问 或者问题上 其实现在都完全可以解决到 我觉得就算任何同学有需要的帮助 我们都可以即时提供给他们 最初的两星期 学校的校正小组 科主任和各科的老师 通过视像会议 研讨更有效的方法 例如将每一个课堂的节数 改为45分钟 同学不单有教长存息的时间 老师也可以利用多出来的15分钟 辅助上课时有困难的同学 至于课堂的进度上 各科也作出调识 在中四五的课程里面 其实有一个的module 我们就叫做public health 我们就会将这个课题抽了上来 在这一段的停课时间里面 就会进行的 我们也都会讲了很多 关于一些疫症的所发生的时候的影响 或者是一些政府的面对的情况 有什么措施等等 就让同学在一个切身处地的环境里面 去进行一些比较 我们说是一些贴近他们生活的学习 我们也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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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讨论了 我们讨论了 我们也讨论了 我们现在讨论了 他们要留意 我们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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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根据了 本来的课程 幸好 我们终于完整的课程 之前的新年期末 然后 教练课 也讨论了 码课 他们提供了 学生的 feedback 跟学生的疾程 和学生的问题 用 使用Hangout Meet、Whatsapp、E-mails 以及Google Classrooms 其他未在時間表上作實時教學的科目 也需要作出適當的配合 利用網上教室進行教學 其實我們都知道學生是習慣在學校上試藝堂 而怎樣令他們在家都可以上試藝堂 我們都想了很多方法 例如想一些可以他們在家都做到的課題 例如畫下有漫畫 又或者是用紙張可以創作到的作品 我們將所有的教材都上載到Google Classroom 學生可以根據上面的指示去做他們的創作 而學生做完創作之後 都可以將他們的成份拍照 上載到Google Classroom 我們老師就可以給他們一些反應 我們在Signia Form 除了上載了一些有用的材料 上去Google Classroom 叫他們在Google Classroom上去交個功課 令我們每個星期都會用WhatsApp 和打電話給他們的方法 去跟進他們的進度 就給了一些推薦 他們怎樣去改善 或者去開展他們的SVA 然後主要都是用這樣溝通的方法 去進行他們的創作 好嗎? 好嗎 好的 � Department of Learning Arts is very much what we see is hands-on-hand contact but actually we can do so much through online learning what we've done recently is try to interact with our kids through Google Classroom we have here basically some of the material that we've done with some of our S1 as an example Each week we set out a new topic within the unit we get the kids to interact with us ask questions we send quick maybe five minutes instructions or little talks about what they need to do something that they can find on YouTube right now we are also looking at different methods to interact with our kids who live in mainland China but that's going to be an ongoing process okay so on top of that for example the S1s are learning mime there's loads of instructional videos that you can find on the internet to kind of help you do all these things and of cour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need to learn more vocabulary as 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teaches in the English medium drama is just another form of just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and learning vocabulary and so we're trying to get online with our kids talk to them getting them to read instruction understand and just do the task that we give them and to learn more knowledge that they and their knowledge in the course there are also the ones who you can find in Olen and some ways that they can find them I think that the students or other teachers will think in the of the online learning tool, they can find one important resource which is how to perform the teaching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来说 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老师可能是太紧张教学的进度 也担心同学在家里没有工作 所以其实最初我们的老师 是比一般的功课的量多 故此我们也听到很多不同的同学的意见 或者家长的意见或者老师的回馈 我们后来做了一些调色 我们就在功课的分配量上 我们就要求同事去填写一张 我们叫做Centralized Homework Record 其实就是一张表 可以每个同事将每一级的功课 各科的功课填上表 等同事去给功课的时候 就会知道譬如中一的同学 他今天有什么功课 那份功课是什么时候交 要做大约做多久 等同事都会知道 就是说我们不同的老师 去给同一级同学的功课的时候 都会有个指引 就会看到如果发现有些科 或者已经有几科的功课 已经比较多了 已经要写的东西的量比较多的时候 那可能其他科的功课 就会相应地去减少 或者是将交功课的时间延长 那么这个是尽量是做到 就是各个的学科做到一些的调食 那么随此之外呢 我们也都发现就是说 如果能够将每一个学科的功课量 我们用个时数来去限制它 其实那个效果可能是会更好的 就是譬如说 我们设定好了中文、英文、数学 是每一天大约要做30分钟 那么我们的功课量就会固定了 所以就让同事都能够容易掌握 原来我会知道一份中文功课 大约是需要的同学多少时间去做呢 一份数学的功课又需要多少时间去做呢 这样就会令到无论是老师或者同学 那个的安排或者是他自己的时间的分配 也都会更加准确的 那么随此之外 完了功课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关于一些的评核 那么当然我们都会一元以往 好像我们平时上课那样 也都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 进展性的评估的 那么在一些进展性的评估上面 其实我们在一个网上学习里面 都会继续有的 那么而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会将一些的功课都会 放在一些网上的学习平台那里 比如Google Classroom 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 老师批改完之后呢 也都会给回馈 也都会给回馈 也都给回个分数 然后呢 同学也都会能够收得到 老师给他们的一些评语 那如果同学真的可能没有交到功课的时候 那我们也都是会 科学老师也会通知家长 也都会将这个讯息 给家长听 就是希望家长注意 子女交功课的情况 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 也都会集中 知道了哪些同学 在这个礼拜没有交功课 哪一科 多少样功课 我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呢 我们会传一个短讯 会提醒家长的 那等家长呢 就会一目了然 就会知道了 子女究竟在这个礼拜 学习的情况是怎样的 交功课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那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也都是 将一个资讯 处理得好 还有就会将那个 真实的情况 也都会反映给家长去听 那所以呢 不论我们经常都说 在那个学习里面呢 在课室学习也好 在这个网上学习也好 其实我们都需要 家长和老师 或者学校的合作 那之后呢 那个学习的效果 才能够相得益彰的 学生的身心健康 永远是罗定邦中学最关注的 学校也都特此建立了全新的科目 健康生活课堂 健康生活课室的目的 是要提醒同学 无论他们在家 或者是回到学校 其实都是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的 那所以呢 课程设计是包括了 同学的个人发展 身心健康方面的 课题呢 亦都包括自我管理 例如自我训练 用一个主动有建设性的回应去回应人 以及一些时间的管理 那在运动方面呢 同学也都会收到一些连结 是给他们在家 做一些伸展的活动 以及做一些肌肉的锻炼 而在同学的空限时间呢 我亦都会鼓励他们做一些 兴趣方面的活动 例如他们会做一个摺纸 或者一些书签设计 那你用这些摺纸 其实就是和一些老师 去讲一些他们觉得 多谢老师的信息 那另外呢 就是透过一些网上平台 其实我们都会鼓励学生去服务社会 包括参与一些社福机构 举办的网上问功课活动 那我们有些同学呢 就会做导师去教小学生去做功课 或者做一些学习的支援 另外呢 亦都有一些初中的同学仔呢 会录一些故事 而去教小学生一些背后的信念 背后的理念 以及一些主要的信息 那健康生活科室呢 主要目的呢 其实就是要提醒同学 注意自己的健康之余 亦都要帮助他们 去完成他们的目标 就是每一天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当我们讲生涯规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非常之着重 学生的个人辅导 除了在学校 我们经常去举办大人的活动之外 其实个人的辅导都非常之重要 因为每一个学生其实都是不同的 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职业指向 可能他们有不同的特质 专长感 其实在停课之前 我们已经都有单对单 一对一的生涯规划导 当我们知道停课的时候 我们立刻想方法 究竟有些什么媒体呢 我们可以立刻和学生有一个互动 有一个沟通呢 因为停课的时候 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这段时间我们的学生 其实是更加需要我们 去给一些支持他们 所以最后我们就 将我们的辅导的平台 转变为一个网上的形式 以及一个视像会议 即是用电话的方式 视像会议 令到我们的辅导的进度 不会因为停课而打断 现在其实很多辅导的个案 都能够顺利进行 可以追回去进度 所以某程度上 停课都给了一个机会 我们去发掘其他 升学辅导的模式 我们的辅导组也都感密留意着 各个同学在家的情况 除了班主任的电话文学之外 我们的社工及主任 也都留意着各方的讯息 希望能够照顾每个同学的需要 而我们都明白到 有些同学会在家 有做功课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提升了 学校的大哥哥大姐姐计划 给一个网上的平台 同学去问功课 而反应是比我们 与其中理想的 很多同学都会用这个时间 去问功课 或者跟大哥哥大姐姐聊天 在今次的网上学习当中 老师的功劳实在功不可没 我想最初 学生或者老师 他当然知道我们学校 或者整个香港的学校里面 都需要做个网上学习的时候 我想很多的同事 我想是老师 都会觉得战战兢兢的 因为第一 就是不是说他们平时 没有用这个电子教育 也都没有用到任何的科技去帮忙 而是要将整个本身 在课堂里面的学习 在课室里面的学习 变成网上学习 变成完全的100%的网上学习 其实是很不同的 所以最初老师的担心 也是理解的 所以其实我们学校里面 也做了很多的配合 也做了很多的支援 也做了很多的支援 我们将一些所有的 我们期望老师可以用得上的 一些网上的资源 也都一些网上的软件 我们也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内联网里面 就让同事可以去查阅 也都透过不同的科主任 去做到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专业的发展 其实就是每个同事都会尝试去踏出一步 希望去尝试一下去使用一些 可能他们是未用过的一些软件 或者是未试过的一些教学的方法 经过了一段时间去摸索 或者是经验的累积 其实同事现在开始对那个网上的教学 也都非常之有信心 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停课的期间 但我们也希望做到离校不离教 停课不停学的原则 同时间也都是让同事都可以知道 原来网上的教学的好处 我们也都可以将将 我们回到正常的课堂里面的时候 如何去将一些网上的资源 或者如何去将一些科技应用在课堂里面 其实对于同事的专业成长来说 也都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真真正正的能够做到 那个边学边教的原则 也都非常之发挥到团队的精神 在整件事上 我觉得得着绝对比这个麻烦多的 我们也很想值这个机会 去多谢我们的IMC 我们的校董会 他们都很支持我们 还有我们也很多谢家长 家长在这段时间 我也知道很辛苦 他们又要照顾他们自己的小朋友 也很担心疫情的情况 他们也很好 精神和我们交流 告诉一些意见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改善 当然我也要多谢我班 很用心用力 勞心努力的教职员 老师和其他的职员 鼎力合作 令到今次这个网上学习 可以有这么好的成效 最后当然我也要多谢我班 很乖的小朋友 一班同学 他们真是很用心的 虽然很睏 他们也要起床上课 我也会见到 譬如因为 我都进了他们的教授 所以他们的功课 有时都做到东西 我们叫他们10点钟 就不要做了 但他们都很用心做的 还有有时我见到 做完他们都想说 做完可不可以再改过 我都觉得很恩惠 很开心 我希望早日 香港这个疫情可以过 大家早日平平安安 可以回学校见面 这小伙子 我们下期待 然后再做完 你后也会回到 大家 我们一会订阅 所以你让有一分 我只能让小伙子 使你 在容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